大家好,我是七年二班九號 我的名字叫林育長 我今天要採訪我媽媽 我的媽媽是一位廚師 那現在請她先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育長的媽媽 目前公司是從事各種種味道 然後的製造跟方賣商 OK,那我們進入第一個問題 OK,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奇怪,你喜歡這個職業嗎? 喜歡啊,因為可以嘗試到各種不同的食物、美食 OK,那我們進入第二個題 你做這個職業的時候遇到什麼困難嗎? 最大的困難就是 嗯,很多競爭者 然後我們就是 要想方式去研發不同的 味道或者食物在研發方面 會遇到貧窄 這樣子 OK,那我們進入下一題 OK,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平日在工作幾個小時? 大約12個小時左右 那麼久嗎? 對啊,如果遇到像這種理解這樣子 很久 OK 好,那我們一樣再進入下一題 你希望我當時事啊 嗯,如果說 有興趣 就是接我們這個家族傳統的 實驗的話 爸爸媽媽其實也打得很好 也是希望你們承接 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你們感到興趣的事業 還要去發展 我也不會承諾 我超喜歡我家吃的東西 所以我一定會承接 真的,那很好 OK,那我再進入最後一題 如果重來一次 你還會再選擇當廚師呢? 如果重來一次 你還會再選擇當廚師呢? 你還會再選擇當廚師呢? 我應該不會選擇這個資料 如果重來一次 因為真的太辛苦了 都要很早起來 又很晚 才能回家 所以你如果再選擇一次 我應該想要當個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這樣就好了 OK,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